大家好,我是Drian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一些基本的Select的使用方法 包括这个Basic Hierarchy and还有Basic Filters 基本的这个过滤器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高阶的Select的使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ntent Filter Content Filter顾名思义就是内容选择器 内容选择器是针对一个页面上元素之中的内容来进行选择 来进行选择,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视力 视力来看一下这个Contents 视力程序,我们把上一节的内容删掉 这边放一个Div 我们一般习惯中间放HoloWord 啊,哦,不好意思 HelloWord 啊,怎么是有Typo,不好意思 HelloWord 好,怎么感觉拼的还是有点问题 没有啊,不管它了 HelloWord 再copy一下这个Element,站到这边 我们来写一下,写一个另一个内容 呃,比如说 My子Edu,我们是My子学院 好 好,这一行应该删掉 好 这边呢,我们来用 呃,Div 呃,来模仿这个,这个 呃,实力这个语法规则 呃,Div冒号 Contents Contents什么呢 我们想要Contents 呃,EDU CSSBackgroundYellow 好 这样就看到 我们这边其实有两个Div 但是呢,这个 BackgroundColorYellow呢 只apply到了这个第二个 My子EDU这边 说明呢,它这个,这个,呃,这个Selector 冒号Colon,冒号ContentsSelector呢 就会根据这个Div里面的内容来进行选择 根据它,呃,根据它内容进行选择呢 不但,呃,可以在,就是,呃,这一层选择 如果我给它Nested 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呃,Div 呃,Spam吧 Spam 呃,Spam 呃,写一个 Is Is Awesome IsAwesome My子EDU isAwesome 这边呢,我只想选择Awesome 它同样可以选择到这个Div 也就是呢,这个,这个Rule呢 这个,呃,CSS呢 这个选择器呢 是选择到整个这个Div的 无论Div里面有多少个,呃,Spam 有多少个其他的元素 它只会看它里面的元素的元素 或者它本身包不包含 呃,这个关键字 在Contents后面的关键字 那么,这个Contents呢 是非常简单的 再看下一个Empty就更简单了 呃,Empty顾名 看一下意思就知道 是会选择到所有空的呃,呃,元素 呃,前面你可以加任何入 只要加了这个冒号Empty 就是选择在之前的任何,呃 你写的任何Selector规则下的一个空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视力代码 这边呢,我们把它,呃,全删掉 变成Empty 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 我们把刚才的都删掉,呃,留着吧 我们建立一个空的dev 然后呢 好,这个是怎么 然后呢 空的dev 然后呢,因为空的dev是不会选择在页面上的 所以我给它,我给它加了一个,呃, CSS BackgroundColorRed,也就是默认是,是红色的,呃,style 默认会收一个50x50的红色的格子 当我点它呢,呃,因为是Emptydev,只有它是Empty的,它就会变成黄色 这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立刻进入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has has什么 也就是我们has的什么意思呢 跟这个contents有点不一样 它俩就唯一的区别就是contents是看内容 has是看它下面的子元素 或者,呃,子元素之中的子元素 呃,比如说 我这边有一个dev,什么都没有 有个dev,有个span 我就可以说,呃,我只选择has spaneddev 我点一下,就是这个 只有它是拥有spaneddev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arentSelector parentSelector呢,其实有点就是相反的EmptySelector 它是选择任何一个元素,呃,适合前面的一些规则的任何一个元素 它是parent 它是有一些另外元素的parent 也就是因为它,也就是说它不是空 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这里面呢,呃,有子元素的dev是这个 所以呢,我会 我在这边dev冒号parent呢 就会选中它 哦,也会选中第一个 因为我刚才说了 它只要不空就行 它里面无论是有text 也就是呃,字符串在里面 或者也是有元素在里面的 它都不认为,它都认为不是空的 也就是它,也就是Empty的相反的 它俩其实是反义词的意思 Empty或者parent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isibility filter visibility filter顾名思义就是可视化程度的filter 因为heiden和visible就是,呃,相反的,呃,相反的两种,呃,情况 heiden呢,就是display,其实就是display non 会选择任何到,会选择到任何css rule是display non的 然后呢,visible呢,就会选择到任何元素 任何符合这个冒号前面这个逻辑 选择逻辑的元素的,呃,的display不是non的元素 这两个其实就是反义词,呃,not,not 我们简单来演示一下,呃,这边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两个div 一个div是hello,一个div是world 但是hello呢,我用display non给隐藏掉了 然后现在呢,我点,我这边选择任何,选择到任何一个div是heiden的 我给它加display block 大家可以看到hello就被显示出来了 呃,但我也可以,呃,把这个comment掉 我给这个,能看到的这个呢,加display non 同样道理,我一点,它就被隐藏了 就是,我把现在显示着的内容,就也就是这个,给加了display non 现在呢,我要inspire black element,我会看到两个都有display non 好,我们关掉这个debugger,现在干净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attribute filter attribute filter就是什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呃,元素嘛,元素都有attribute 比如说class啊,id,它们都算attribute filter 除了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shortcut 就是用点来代表,呃,点来代表class 仅来代表id 但其实呢,我们还有一种更general的方法 更一般的方法来选择所有attribute 我们可以,呃,这边写class,用这个方括号 然后在方括号里面写一些,呃,任何的class,attribute名 比如说,大家html如果熟练的话 知道,呃,attribute这个元素属性的这个值呢 是可以是任何,我们可以自己编 比如说data dash,常用的data dash,id,这其实是随便自己编的 呃,完全是用户自己编的,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做attribute 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预定的selector就不足以满足我们需要了 就会是需要一种general更一般的方法来选择任何的attribute 所以说呢,class,id都可以出现在这个attribute filter里面 所以,呃,第一种情况呢,就是class 这个很简单,就是class 任何一个li包含class 我不管class名字是什么 只要它有class这个attribute,我就会别选中 这个很简单,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呃,再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等于 呃,任何一个attribute等于什么 这个其实如果这边呢,我给它改成class呢 呃,它就 其实和呃,之前这个class selector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我这边 其实可以写任何xx等于xx 呃,等于xx 就是来说,呃,选中任何 某一个attribute完全等于 新的attribute的 呃,的元素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后 后三个 这后三个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常用的 首先呢,这个探号 探号学过,呃 学,熟练任何 编程语言的都知道 探号就是 不嘛,都是非的意思嘛 就是,所以这个是等于 这个就是它的反义词 这个不是,呃,很难 我就不给大家,呃,举例子了 然后呢,这边呢 呃,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上 这个叫小三角 熟练那个,呃,就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正责表达式的人呢 的同学呢,的朋友们呢 应该会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开始的意思 就是一个开始字符的意思 也就是呢,我选择任何class 它的,它拥有任何,呃 任何一个class 拥有,呃,class名 是以my开头的 呃,这个我简单给大家示例一下吧 这边呢,我会 呃,我现在已经有两个dev了 我给它不用加class 咱们加一个字,字,字定义的字吧 data,但是 就是,呃,hello 然后这边呢 data,但是,id等于 world 好,我这边有data,但是,id,world了 然后呢,我现在来 哦,这需要先伸掉一行 伸掉一行 div 方括号 方括号 data,但是,id 呃,上 上键头 上键头在那里 上键头 等于 看一下这个语法规则 上键头等于 我们想要的关键字 也就是我们想要的关键字 比如说是wo吧 哦,不能再用单一号了 需要用双一号 wo ok 我会选择任何data id 是以wo为 为开始的 我把他的back ground color 设成 yellow 比较明显 好 我们点一下 大家看 word 被set了 也就是他的id呢 是以 word为,呃,是以wo为开 那个,为起始的 呃,在讲过这个,这个 呃,上键头filter呢 我突然想到刚刚刚才刚加了一个 这个美元符号 熟悉,还是熟悉,正子表达式的人 可能立刻也就有就会想到这一个了 在我们既然有这个上键头 呃,呃,它是表示 自符算起始 也就会有这个美元符号 自符算结尾 所以说呢 这边呢 我又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把刚才那个上键头改成这个美元符号 data dash id 以美元等于l,也就是美元等于这个l,也就会选中这一项 data dash id的东西 它也就会被,呃,被选中了 点一下 hello被选中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锦号,呃,信号等于 信号等于 其实它也是,呃,借鉴于正子表达式一种说法 一种表达方法 信号呢,就是,呃,任,就是,呃,类似于,呃,任意多个的意思 在,在,呃,正子表达式中 所以信号等于呢 就是它包含zip 但仅仅是包含zip 呃,它可以以任何字符算起始 以任何字符算结束 只是,只是,这个,呃,这个属性的内容中呢 这个属性的value,这个值中呢 必须包含zip 有点像javascript里面那个,呃,index of的,的概念 所以呢 这个可以简单给大家示例一下 我把这边改成 信号 然后呢 我看它俩都共同包含O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O 理论上来说呢 它应该会选择 选择到两个 把两个O都选择到 干,就是这个意思 它会把上下两个 只要包含O 不管它在哪儿 在结尾也是 在中间也是 它都会被选择到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殊的 它特殊之处呢 就在于 它把很多achip都放在一起了 这个呢 呃 每个这个方括号之中的逻辑 跟上面我给大家讲的逻辑是一样的 可以放任何上面 讲过的这种 呃 这种格式 这种语法 但是呢 一旦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 就表示 某一个元素 既满足第一个 又满足第二个 又满足第三个 又满足接下来的 以此类推 就是说 它满足 它可以把所有平行并列的条件 都放在之后 加无数 加很多方括号 比如说你想 它的class等于什么 id什么等于什么 然后data但是id起始于什么 就 用这种语法 来综合之前讲过的 呃 这一系列 来使用 呃 我没有想到这个 select呢 会讲到 讲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 又是只讲了三种 我本 原计划本来准备两节课 讲完这个内容 其实看来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三节课 这样它有九种嘛 所以第一节课 我们讲了这三个 这节课 我们讲了这三个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另外三个 啊 谢谢 呃 希望大家下次继续 呃 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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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